大家好,我是Dan K-pop界诞生了一对耳末情侣 今天,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女团Redweb成员Joy与RMB歌手Crushy 在去年5月20号一起合作Chanagan的歌曲开始 一直都维持着好关系 直到最近发展成恋人关系了 因为两个人都有养爱犬 所以平常会一起带着狗狗散步 很频繁的约会,培养感情 而在媒体报道之后 Crushy的缩属公司Pinesia 以及Joy的缩属公司SM娱乐都火速回应 两个人以前或被关系来往后 最近产生了好感情而开始交往了 因为两个人都是以音色美妙而出名 所以网友们就称这一对情侣为耳末情侣 对了,可能会有人不认识Crushy 所以稍微说明一下的话 Crushy是韩剧《Dukemi》的原生带《Beautiful》的原唱 也跟太阳一起唱过名曲 在韩国是非常有名的自创RMB歌手 目前的搜索公司是鸟树赛的Pinesia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好相配 哦,可爱的情侣诞生了,要幸福 两个人的形象都很好,又很相配,恭喜 虽然不是两个人的粉丝 但是年龄差也刚好 看起来真的很好,Cook 真的是一对好漂亮的耳膜情侣 但是也有少数网友们表示 现在才刚回归,为什么要爆料绯闻呢? 偷偷交往就好了,为什么要承认呢? 对于球衣与Crush的恋爱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是非常非常庆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